每年到了五月 报税季节 许多人都会来到国税局办理申报 不过今年北区国税局淡水基增所 因为疫情关系 服务人力也增加许多 而淡水基增所表示 今年有大学生组成服务团队 来协助服务报税的民众 另外今年申报期间 共有真理大学淡江大学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三所大学 共八十名的学生来为民众服务 今年的报税期间淡水基增所 仍然请了淡江大学 真理大学 以及德明财经科大的学生来实习 那成立纳税服务队 那学生透过为民众服务 可以学习如何办理结算申报 以及对于纳税的 税法规定的法规 会有更深的认识 而且也透过为民服务 让他们知道如何服务民众 此外国税局表示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国税局淡水基增所当中 除了报税服务区 有大学生帮助民众 来进行所得税申报之外 也将柜台分散到其他各楼层据点 在学生实习服务之前 也克服了许多困难 学生表示 来到这边服务民众 不仅是学以致用还可以帮民众 解决困难 每个人的基本税额 哪些的上课也都有交到 然后到这里学到更多了 我们就是来服务两个礼拜 正常我们现在是大三 可是大二就是原本要来实习 但因为遇到那波疫情 所以就延后 然后其实遇到很多像是纳税人的问题 就是说税率是几% 然后我们学校都有教导 也比较了解 就可以比较详细的讲给纳税一路人听 此外这个月 有80多位的相关科系大学生 大多都是财税系 以及金融相关科系 来到国税局实习 而学生说 除了学校书本的理论之外 实际来到报税现场来帮民众操作 并且帮民众试算最节省税金的工序 也是一种学习 更增加了报税实务上的经验 面对民众的报税问题 将在学校所学的相关理论实际的应用 让报税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记者许端一 淡学采访报道